你怎么不醉成这样的 你们要不然出什么事了 账本我拿到了 你慢点 也是奇怪 你听没听到他刚刚讲的 他说洛飞全力相伴 可否嫁与他 暗里来说 你 我 你 快快快拿点水 慢点 慢点 要 我说你刚怎么半天不讲话 原来是想吐 等一下啊 顺便马上载 公主 我都没吐出来 你在哪 行行行 你干吗 宋青这个王八蛋 跟你穿着什么东西啊 乱七八糟 什么叫乱七八糟 清醒一天了 清醒一天了 我看啊 走一走行行酒吧 别一会儿再吐买车 走吧 你也不问问我拉着你去哪儿 就这么跟我走 反正不会拉我去死 我说你这气儿还没捣顺呢 我这衣服这么爱你的眼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了 当年可是你说的 这波斯舞女的衣服穿在五身上 你别有一番风情 我说过这话 你说过 成婚那面 谢谢 谁又往天侧 谁又往天侧 一夜寒风 银河隔 一夜寒风吹过山坡 风吹几水泊 悄悄明月 迎过客 怎么了 是不是我穿成这样 你生气了 怎么会生气呢 见得牡丹圣华金 殿下穿上这身衣服 别有风味 你不许调笑我 我没调笑你 都是真心的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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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开心 我也就开心了 毕竟 殿下的一切应当属于殿下 我本不一定知悔 只要陪伴就好了 但这么好看的脸蛋 还是有点舍不得被别人看见 戴好了 你刚刚说 我的一切是我的 那你的呢 我的 除雀道义 家人 旧的 裴文轩的一切 都是殿下的 除雀 除雀那些 你还剩什么呀 还剩下殿下呀 我要真除去那些 就变成了一个 不忠不义不孝之人 难道殿下喜欢这样的我 好吧 看在 你给我这么多的份上 那我就 勉为其难地 对你再好一点 我 天花 好美啊 殿下 你比眼花更美 谢谢 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以为你忘了 我也以为我忘 只不过 方才与苏大人同行 但我又想起来 故事人非啊 喜欢哪个 这个 不用找我 好 以前的我 应该很讨厌吧 我不是也一样吗 老师说你的不是 骂你 咱们俩彼此彼此吧 不必结婚 最后让敌军得礼 连世武城生灵涂炭 当然也不想你与太子 因为没有兵权 郎当如月 最后留我一个人就死一生 收拾这些残局 人生居然重新开局 我当然更想更好的过完一生了 说到底 裴相还是在给自己扑裹啊 看来是我想多了 方才听你说 要助我拿到兵权 我差一点就心动 殿下 原来这样就会心动啊 那要是殿下能够对微臣心动的话 微臣至少可以保证绝对不杀殿下 算了吧 我若是争取你心灵 你肯定要拿我陪葬 那我们打个赌 若是殿下 可以对微臣动真心的话 微臣 命都会送给你 好 好了 明早 我还得去九路上找清零 微臣先告辞了 不过说实话 这衣服 要不是苏荣卿送的话 还挺好看的 天下好眠 天下好眠 你眼睛的花 肯定是没休想 看来今晚点早点回去